12月20号,A股五间点评,大家好,我是网友财经 A股持续的缩量,外资在持续的流出 大盘反抽没有力量,何时能够有反弹呢 今天五评,我们除了聊指数,也会聊一下券商,黄金,旅游景点,酒店餐饮,公企公社,出版业,这几个板块的一些观点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成交量 昨天两市的成交金额不到7000亿 那么今天呢,可能是一个再次的缩量 成交依然是低于7000亿 而大盘已经是连续的7天时间处于20日均量线下方 量能很低迷 而量能低迷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没有人愿意去卖,但同样没有人愿意去买 市场的情绪很沉闷 在这样一个不断往下跌 而且创出2023年新低的背景之下 没有人愿意去买 这是值得我们去担忧的 然后再集合外资 外资在昨天是净流出 那么在今天呢,还是一个净流出 现在是净卖出了27.8亿元 外资在不断的在流出A股市场 然后大盘本身呢,反臭无力 反臭无力体现在哪里?我们看K线图 昨天虽然说是一个十字星这么一个红K线 但是昨天的最高点相比于之前的这种日K线的高点还是在不断降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的这7个日K线最高价在不断的在降低 那么在昨天最低点也是又往下不断的降低 对吧 那么今天呢,今天也没有能够去超过昨天的最高价 所以价格往上也走不动 一方面没有量 一方面外资流出 然后价格也上不去 所以反臭无力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有反弹呢? 我们提供几个客观的标准 大家也不要去看什么利好消息面 过去的出现利好太多了 也不要看什么政策 过去出现利好政策也太多了 我们更多要看客观盘面 没有什么利好能够比一根阳线更有效 没有什么利好能够比放量更有效 没有什么利好能够比外资一下子大满100亿更有效 那么我去谈一下客观盘面 何时能够有反弹? 第一 要么你出现一根放量的长下影线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奇稳要反弹信号 要么你连续三根日K线不上新低 我们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奇稳要反弹信号 还有一个 你的震荡指标能够在超卖区域出现绿变红信号 这是我们需要去耐心等待的 那么在这种客观的信号 客观的量价关系 震荡指标的走势 没有出现转好的迹象之前 我们要始终要警惕指数往下游再次的调整 市场最近的走势弱 不达预期 没有力度 没有量的 这是护纸 然后再去看一下客战50 客战50我们在昨天谈到一个观点 就是他在A股的主要指数里面像混成300创业板指中总500中总1800户指里面 客战50是表现的比较强的 客战50在昨天上涨的幅度以及冲高的幅度都是最大的 所以在接下来如果有反弹率先反弹的以及反弹力度最大的很有可能就是客战50 所以这个指数我们可以去多多的去关注 相比串买来讲 无论是短线还是中长线 客战50都比串买要好 好 对于指数我们就聊这么多 然后看个股 个股程度上我们看一下 今天虽然说是指数都在是一个小跌 都在是绿色的 但是个股却是2750上涨 2450下跌 个股是涨多跌少 所以市场里面并不缺乏机会 但是缺乏什么呢 缺乏持续性上涨的机会 缺乏这种能够去大幅上涨的机会 对吧 那么这就提醒我们了 第一不要去经追高 第二我们去关注那些强势股票回调之后的机会 这是我们在现在应该去选股的一个大的标准 就是市场不缺乏机会 今天个股涨多跌少 但是缺乏那种持续性上涨的机会 缺乏那种强势股票的一个机会 那么根据我们的涨停回调战法 先选出量价关系好 冲码分布好 释放出攻击信号的股票 然后再去等待它跌出股价位置好 好 那么聊完指数跟个股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板块 第一个板块我们去看一下券商 券商在今天破位了 其实昨天的最低点就有点破位了 昨天最低点就跌破了上周一最低点 那么今天往下低开低走 跌到80.5 就是我们不需要知道 为什么券商今天跌这么多 但是它的客观盘面走的已经很差了 今天又创出了过去4个月的一个新低 目前处于所有均线下方 严重破位 技术面已经形成了一个下跌结构 连续一个月处于20均线下方 那么又跌到了震荡指标 跌到超卖区域里面 那么券商破位 破位应该怎么办 破位就应该去认错离场 破位就应该去认错离场 不要有侥幸心理 即使说你认错之后 它又往上涨上去了 我们也要去认错 因为我们要始终把风险扼杀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不要去侥幸的说 我在扛半个月一个月 能不能扛回来 也许能扛回来 但是中间这个不确能性 中间这个时间成本 我认为不适合做短线去承担 好吧 然后这两个是黄金 黄金板块今天是上涨了超过百分之二 那黄金的量能今天出现了放大 震荡指标目前在超卖区域释放了绿变红信号 跟之前这里比较相似 对吧 那接下来能不能够往上也有一波拉升呢 很有可能 但现在能够去追吗 不要去追今天的这种上涨 今天的这种量价提升 今天这种震荡指标的超跌反弹信号 我们先记下来 如果明天明天能够 或者说接下来往下有回落 回落到今天这个阳线的半分位附近 那么这是一个上车的机会 所以我们先明确好 它要是一个反弹节奏 然后再等回落再上车 以小博大 这是黄金 然后再聊个旅游板块 旅游景点 我们在过去的视频里面 反复给他强调 说旅游 包括说像酒店餐饮 在之前横盘震荡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么现在已经选择了向下变盘 一定要警惕 接下来往下跌 无论说是从时间上来看 还是从空间上来看 未来往下跌 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往下跌的时间 往下跌的空间 可能也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不要因为 比如说昨天的一个阳线 包括之前那种阳线反弹 就觉得要怎样了 它已经选择了向下变盘 它要往下有调整 旅游景点 集团餐饮 不要去乱做它 乱做它很有可能会被淘 好 再聊的是空气空热 空气空热板块 现在昨天是三连音 那么今天现在是一个冲钢回落 在昨天我们讲到一个观点 就是三连音之后的空气空热 跌出了机会 三连音之后的空气空热 跌出了机会 那么在这里是横盘震荡了 看一下 横盘震荡了一个多月时间 对不对 横盘震荡一个多月时间 然后现在也是跌到这个密集成交区域 然后三连音下跌 也是跌到了20均线位置 目前还是一个上空结构 所以对于空气空热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现在是一个机会区域 也许短期会占震荡个一天两天 但这个位置 它的机会大于风险 而底线也是明确的 底线我们就可以认为 就是下方的这条黄色的超盘线就可以 这是底线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空气空热的观点 目前是处于一个低风险区域 最后一个板块聊一下 出百业 出百业 现在是一个上空的结构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上空的结构 低一点的台升 高脸在台升 也是打破了过去的这几个月的高脸 所以上空结构 量能在最近也是出现一定的放大 那么最近是出现了连续 CNN的下跌 现在跌到20均线 有没有跌到关键支撑位 可能还差一点 关键支撑位在这条黄色的多空超盘线位置附近 所以如果出百业能够再往下掉一掉 掉到这条黄色超盘线位置附近 那么这个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低风险位置 期待它往上能够有反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选股和折时 要先选出量价配合不错的上空结构的上空趋势的股票 然后再去折时等待它跌到关键支撑位置 关键的低风险位置之后再去上车 选股跟折时一样都不能少 都要去苛刻的去赛选 苛刻的去折选 好吧 那这也是我们旺旺三号战法 我们的奖定回家战法它的一个精髓 那么这是今天的收平视频 这是今天的五评视频 12月20号五评视频 那么听到这里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把1220打在我们评论区 再见